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动作 对我说老朋友请坐 终于又见面了 我吸了口气 冷汗就下来 心说果真避不开 来得这么快 我瞄了一眼外面 看攀子他们在什么地方 求得考立即问我 老朋友见面就不用这么见外了 稍微聊聊我就走 不用劳烦你的手下了吧 我没看到攀子 其他伙计全都说说笑笑的 我心中按马 转头看向求得考 勉强一笑 几乎同时 我看到求得考的身边放着一个东西 那是一把刀 我认得的是闷油瓶来这里之前 小花给他的那把 我心里咯噜一下子 第一个念头是这么快就丢了 真他娘的百家 转念一想 才觉得不妙 这东西是怎么被发现的 难道求得考的人已经进到妖湖底下去了 求得考 看我盯着那把骨刀 就把骨刀往我这边推了一下 单手一摊 说道 应该是你们的东西 我的人偶然知道的 现在乌归远主 我鼓作镇定地走过去 问这是从哪来的 坐下一看 知道绝对不会错 就是闷油瓶的那把 这把刀 非常的重 不过 比起他原来那把黑金骨刀 分量还是差了很多 连我都可以勉强举起来 刀身上全是污泥 似乎没有被擦拭过 求得考 喝了一口茶 何必明智顾问呢 可惜 我的人负重太多 不能把尸首一起带出来 可怜你那些活气 做了那么多危险的工作 连一场葬礼都没有 不过 你们中国人似乎并不在意这些 这是优点 我们一直学不来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尸首 他死了 求得考 看我的表情比较惊讶 这把刀是从一具尸体身上拿下来的 如果你说的就是这把刀的主人 我想应该是死了 怎么 这个人很重要吗 吴先生 你以前很少会对死亡露出这种表情 我看着这把刀 仿佛就进入到了恍惚的状态 心说 绝对不可能 那是闷游瓶 闷游瓶怎么会死呢 那闷游瓶死了 胖子岂不是也不好了 不可能 不可能 闷游瓶和死是完全绝缘的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能让他死 他是绝对不会死的 恍惚了一下 我立即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仔细去看这把刀 我问求得考那具尸体有什么特征吗 求得考被我问的搞不得要领 也许他一直以这种高深的姿态来和中国人别苗头 之前和三叔可能也是打馋鸡 可我毕竟不是三叔没法配合他 我只想知道问题的答案 他诧异地看着我 师生笑了起来 喝了一口茶 忽然说道 你真的是吴先生 还是我记错了 我一把上去就把他的茶杯打飞了 揪住他的领子说道 别废话 回答我的问题 求得考 年纪很大 诧异之后 面色就沉了下来 问道 你怎么了 你疯了 你对我这么无力 你不怕我公开你的秘密吗 乌三行 你的危惧到哪里去了 卧槽 我心说的你的中文是谁教的 于秋雨吗 但我一想 我这么粗暴 他也不可能很正常地和我说话了 我脑子一转就放开他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这事情非同小可 你还记着你在彪子岭的遭遇吗 你还想再来一遍吗 求得考愣了一下 整了一下衣服 问我有这么严重吗 我说 回答我 那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子 求得考说他不清楚 是手下人发现的 我说我要亲自见的 求得考看着我凝视了几秒钟 发现我的焦虑不是假装的 立即站了起来 好 跟我来 不过他的状况非常糟糕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求得考的人住在村子的上头 很可能是人数太多的原因 村子往上部分高楼分闭得非常密集 适合很多人同时居住 可以相互照应 我和潘子打了个招呼 说明了情况 潘子就跟着我们 从那条熟悉的小溪边上绕了上去 夜晚的天非常的清凉 月光照在清澈的溪水里 到处是重鸣之声 让人不由得想起半个月之前的情景 上去之后 我才发现整个村子的上头 几乎被求得考的人给占满了 到处灯火通明 所有的院子都围着大圆桌 到处都是盛乡的啤酒 和赤裸着上身吃东西的老外 显然 这儿的大部分房间 都变成了饭店里的后厨了 倒抖也能搞国经济 我心说 一个找不到的好头 能赴一方水土 在这里倒也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看到求得考过来 几个喝得都站不起来的老外 就拿着啤酒瓶对他大喊 求得考没理会 静止绕过了这个大排档 到了这排房子的后面 气氛陡然一变 我看到一幢非常冷清的高角楼 很小 似乎只有一间 门口有两个人 一脸的严肃 四周也没有喝酒的人 只有一盏昏暗的白赤灯 照着这屋子的门帘 求得考对看门的人 做了一个首饰就把我们带了进去 一进去 我就闻到了一股无比刺鼻的药味 地上有盏油灯 我看到油灯下一团面粉袋一样的东西 正躺在草席上 边上有一个医生模样的人 求得考问那个医生怎么样 医生摇了摇头 我凑上去不由得吸了一口凉气 那草席上的一团东西竟然也是个人 但是这真的是个人吗 我看着这个人有一种强烈的想作呕的感觉 他身上所有的地方整块整块的皮肤都凹陷了下去 看着就像一只从里边开始腐烂的橘子 但是仔细看就能发现所有的凹陷处 皮肤下面似乎都包着一团液体 乍一看上去 这个人似乎已经腐烂了很久 但他却是活的 我看着他的眼睛 他也正看着我 而他显然已经不能动了 盘子们怎么会这样 我派了七个人下去 只有他一个人出来 出来的时候还好好的 三天之后开始发烧 之后就变成这个样子 求得考面色铁精 就是他带出了那把刀 他告诉我 他进到了湿道的身处 在遇到带刀尸体的位置和其他人分开 其他人继续往里 他把刀带出来给我 结果继续深入的人也再没有回来 他的身体是怎么回事 那个戴眼镜的医生摇头说不知道 他说他的身体正在融化成一种奇怪的液体 从里边开始 说着他用一支针管戳了一下那人的手臂 凹陷处的皮肤立即就破了 一股黑色的液体从里边就流了出来 求得考说要问就快问吧 他的时间不多了 我凑近那个人 问他 你别害怕 回答了这些问题 我也许可以救你 但你一定要如实地回答我 你是从一具尸体上找到这把刀的 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但缓缓地点了点头 我又问到这个人的手指是不是特别的长 他看着我却没有反应 我看了一眼求得考 求得考也没有反应 盘子说他也许没注意到那个人的手 你问问其他特征 我想了想 继续问那人身上有没有纹身 躺在草席上的那个人还是没有反应 但是他看着我 我盯着他的眼睛正想搜索想要得到的答案 忽然我发现这个人的眼神很奇怪 刚才的那一刹那 我突然看到了一种熟悉的神色 从他眼睛里闪过 这个人的眼神无比的绝望 我可以理解 所有人在这种情况下 肯定都不会神采飞扬 但在这种绝望之中 我明明看到了一丝熟悉的感觉 我抓不住这种感觉 但是我可以肯定他很熟悉 我在某段时间里曾经看到过 而且印象很深 是闷油瓶吗 我心说 难道他又戴上了人皮面具 在里边换掉了求得考的人 调包出来了 肯定不是 这一定不是闷油瓶 他的眼神太有特点了 不可能只让我觉得熟悉 而且他们是求得考的人 如果闷油瓶知道求得考要下来 还知道求得考会派这个人下来 他再做好人皮面具 然后再调包出来 那闷油瓶得长八条腿才行 为了保险起见 我还是去看了这个人的手 这个人的手已经像一只 充满液体的胶皮手套 但没有发现奇长的手指 我松了一口气 就算真是闷油瓶 这种虽样子 他肯定也扮演不出来 更不可能是胖子 胖子的眼神 不仅能表示是或不是 唱十八摸都没问题 我仔细一想 终于想到了答案 这是我在大闹新月饭店之前 和小花碰面的时候 小花看我的眼神 小花当时觉得我似曾相识 但又想不起来是谁 我看着这个人 他也死死地看着我 他一定在拼命地回忆 难道他和小花一样 都觉得我面熟吗 我忽然觉得有些不妙 好像有些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我立即快速追问道 快回答我 那个人有没有闻身 刚问完 那个人忽然睁大了眼睛 好像认出了我 挣扎着要起来 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整个胸腔起伏 不停地发出 已经不成人生的咆哮 所有的人都被他吓了一跳 看着他竭力 以一种无比诡异的姿势 爬了起来 医生想将他按跑 都没有成功 他不停地挣扎 身上凹陷下去的地方 破了好几处 黑色的浓血直往外流 当我看着他站起来 在面向我咆哮的时候 我惊呆了 我看到的是一个 姿势无比诡异的人 他的身体内 好像完全融化了一样 两条胳膊死死地 垂在身体两侧 身上凹陷的地方都破了 黑色的液体流满了全身 但是我丝毫不觉得可怕 而是有另外一股可怕的感觉 冲过我的全身 这种景象 这种感觉如此强烈 以至于我看着那个人 朝我走过来 却没有后退 我看着他的动作冷汗直冒 接着我就回忆起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是楚歌给我的那张奇怪的照片 那张照片里在一扇屏风后 拍出了一个奇怪的影子 另一件是在阿贵家另一幢楼的二楼窗口 我也看到了和这个人姿态很像的影子 难道那两个奇怪人的影子 圆形就是这样的人吗 那个人看着我 竭力地叫着 想朝我扑过来 但是才动了两下就摔倒在地 再也不能动了 我浑身冰冷地看着他 但很快就坚持不住了 我几乎是跳一样地走出了房间 几分钟后 才从那恶心的场面中缓过来 求得考在我身后 给我递上一瓶啤酒 我喝了几口 才镇定下来 求得考问我 有没有什么感想 我看着他 不知道他问的具体意思是什么 他说 中国人喜欢乖碗墨胶 我多少也染上了一点恶心 不好意思 我是想问相不想合作 合作 我的时间也不多了 接下来就是你们的天下 我在这片土地上 始终是歪来者 得不到这一片土地的垂青 合作一直是我的选择 你可以考虑考虑 我说 你不用说的这么滚脸堂皇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想要什么 求得考说 如那四个小时的路程 我们已经全部探明 但有一道门 无论是用什么方法 我们都突破不了 我可以把所有的资料 都提供给你们 只有一个条件 你们必须带我的一个人进去 我心里盘算了一下 盘子看样子 想拒绝 我马上拉住盘子 等一下 我觉得可以接受 三爷 他们都是乌合之中 他们能拿到的资料 我们更不在话下 这种条件 对我们来说没有价值 不一定 我说道 既然 球先生之前说 从来不做做不成的交易 他肯定 对自己的条件很有信心 他说的资料 应该和我们想的不同 球德考点头 说他的想法并没有这么简单 他之所以要提出这个合作 只是不希望我们有过多不必要的牺牲 如果没有这份资料 在这四个小时的路上 我们至少要死一个人 盘子说 那是你们没用 球德考笑了 然后摇头说道 也罢 反正我说什么 你们都不会相信 你们要等自己进去之后 才知道张家窟楼是一个什么地方 我在这里准备四具棺材 等着你们重新坐下来谈一谈 谈话 不欢而散 潘子给我们打了眼色 其实我挺想合作的 但是潘子说的也有道理 我只能点头说 那我们到时候再说 球先生请便 我和潘子坐在溪水边上 琢磨刚才老不死的话 和我们看到的东西 潘子说张家楼里诡异异常 求得考他们能进到楼里 没想到 而且这么多天 他们死了这么多人 连楼在哪里都没找到 我问他 能确定这座古楼一定在山里吗 潘子说 十万大山自古传说就多 唯独这里有明代大火的传说 近代又发生了很多事情 这近一百年里 不知道有多少人进到这座偏僻的山村 这些人肯定是有目的的 一定有大量的线索 指向张家古楼就在这些山里 不过他说看我刚才魂不守舍 差点就穿帮了 问我是不是想到了什么 我看向黑暗中的远方 那是巨大的无人区 深山老林 我把烟点上 把我刚才看到的那可怕的病人 和我之前在阿贵家和楚歌照片上看到的影子 对应了一下 便对潘子说 这种事情肯定不是巧合 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性 那个影子和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人 可能是同一种性质 潘子显然没有领悟 你详细说说 我说道 我们不知道那个人 在石道中遭遇到了什么 但是我们假设这一次 他能侥幸活下来 他的身体会变成什么样子 你应该能想象得出 潘子点头 刚才那个人站起来 身体基本上融化了 整个人无比的诡异 这种畸形 绝对是不可能治愈的 我说 楚歌给我的照片 和我之前在阿贵家二楼 看到的那个奇怪的影子 和刚才那个人站起来的姿势太像了 我相信 在这个村子里 有一个人遭遇了和刚才那个人一样的事故 但是他却活了下来 变成了畸形 我抽了口烟 闷了一下气 想到了更多 这个人很可能就是 二十年前考古队里的人